在永和區某條巷子的老公寓名宅 在實價登陸上面 竟然是賣出了一坪90.6萬的高價 是創下了永和區實價登陸的記錄 你沒聽錯 就是這棟老建築公寓的頂樓 共32.76坪 屋齡48年 成交價竟然高達2960萬元 等於一坪要價90.6萬 這邊的四樓賣出去 賣這麼高 很驚訝 也很開心 因為水漲船高 我也一樣的高價 難道現在連在永和置產都這麼難了嗎 看看這個路段 走路8分鐘到捷運頂溪站 樂華夜市一樣也在走路8分鐘的地方 生活機能不錯 能賣到這麼高價 可能也是跟都更有關 其實談滿久了 有過幾個建商了 然後就是看這邊住戶 有沒有大家都同意 就是要都更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有機會都更 而以行情每瓶68萬來算 乘以瓶數 大約兩千多萬 但這回被將近三千萬買走 地主至少多賺了九百萬 不過買方是不是建商不得而知 它的容積率會不滿原定容積會打折 所以我換算一下 它的購買價格是兩千九百萬 若乾年假設我們都更完蓋好是五年以後的話 對於原屋主的購買價格是非常不划算的 很有可能是為了透過財產交易損失去折抵它的房地合一稅 房中業者有不同看法認為把實價登錄價格提高來避稅 其實很常見 新北市永和老公寓九字頭成交也掀起話題 華誌新聞 方請陳興順 台北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